首先必须要指出一点 发起所谓最不可接受词汇这种票选 这个媒体实际上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很有误导性 两岸的民众由于生活环境和流行文化的不同 在一些习惯用语上面确实存在差异 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 比如说土豆 大陆很多地方也叫马铃薯或者洋芋 那么在台湾它实际上指的是花生 对吧 那再比如说窝心这个词 在大陆指的是受委屈了 蛮受 而在台湾指的是很暖心 心里很舒服 所以呢 那说到弯弯 弯弯实际上是大陆很多民众对台湾的一个逆承 它是有一种萌的感觉 那么很遗憾呢 在台湾却被一部分人故意的污名化了 故意的误导了 随着两岸交流的这个建区紧密 人为制造的 我们相信呢 人为制造的范围呢 会被逐渐的消除 两岸的民众越来越能够读懂对方的习惯用语 越来越了解不同用语背后的故事 进而呢 能够一起碰撞出新的火花 新的文化内容 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繁荣 多元和创新 我们希望民间和基层 两岸民间和基层的交流 能够为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提供不洁的内在动力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为两岸的交流合作 来创造有利的条件 鼓励两岸的民众 扩大交流 加深理解 增进认同 一起来弘扬善的力量 正义的力量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提醒两岸的民众 要提高警惕 绝不被民进党当局 绿营网军和特定的媒体 带乱了节奏 带偏了方向 加深误解和偏见